如果你和小月张柳妍 你觉得你俩谁会成功 我俩都不会成功 我知道柳妍的品位 柳妍喜欢锅巴 那样的 你遇到过最好的女孩是什么样的 没有最好的女孩 都是独特的女孩 而且没有一个人适用于所有人 这个感情这个事情是相互的 只有说最适合的 没有说最好 曾经你生命中出现过的 我没有出现过几个女孩 遇到最好的女孩是短头发 那还是虚拟的 二岁元的 对真实存在的 对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支持 想到她的时候 做事情就有动力 为什么新片叫缝纫机乐队 不叫洗衣机或者收音机乐队 缝纫机是我小的时候 家里面的一个桌子 那个桌子在上面写作业和画画 其实它不是一个桌子 家里买不起桌子 所以用缝纫机来替代 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所以叫它缝纫机 如果我在洗衣机上画画 那就叫洗衣机乐队 或者收音机 为什么要跟虾米一起在单里坑太空 这样的表演演员去 这个缝纫机乐队 是真的在电影当中是真实演奏了 所以我们把我们乐队搬到赛里坑 大家看看我们的音乐现场 角色男士还会拍吗 其实是这样的 角色男士呢 看上去是一个轻描淡写的事情 但是其实它非常消耗内力 很多人都不理解啊 说哦 你不就是拍一个笑话吗 那个东西有什么好难的 其实能够用一个短时间内 迅速的构成人物关系 让大家笑 这个原理特别复杂 所以我们每年大概要拍120个笑话才可以 那么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说 不是我不愿意拍 是我们把我们想说的表达 那些笑话都拍完了 所以呢 对我们来讲 创作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写出来 我肯定拍 如果我写不出来 我可能就拍不了 这个时候认真地在回答你的问题 来下一个说 大鹏 你和不多野姐一拍票的时候 有没有生理反应 呃 没有 因为我们都是专一